我用最复杂的工艺做最简单的菜 这是我近几年吃掉的 让我最上品牌买这个鱼肉肉 我觉得当年陈毅将军特别爱吃 杏仁版的米豆怎么找人家毛病 最好棒 吃的里面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这家店好像不太一样 东西太多了 我怕讲不全 究竟讲哪些呢 早到着你就知道了 咱们先搂他去 走走走 来吧 今天要去这家饭店 北京顶级的川菜的官府菜 这菜谱 这样的 鱷子 看最后更好吃的 这盘鸭 将军鸡 这将军鸡吃得稍微长了 当年陈毅将军特别爱吃 然后陈毅将军的比较 陈毅元帅他这个名字命名 280元 不便宜 但没吃什么 他有的写随缘 就是提前预定的意思 看这白菜就是 他可能做一次要半个月 燃汁剔炒红爆鸡 也是当年罗大师 就想拿手的一道菜 今天可以尝一尝 我要一个素的三拼 素三拼今天是什么呀 水鸡家条生鸡白菜 还有鸡花莲果汁 好 行 谢谢 然后就要一个燃汁剔炒红爆鸡 一个古法的鸡翔肉丝 将军鸡今天能要吗 有 那你来一份将军鸡 再来个开水白菜 鸡肉豆腐有什么呀 有 鸡肉豆腐有 两 这样 你一样要一个吧 谢谢 很顶瓜 很顶瓜 顶瓜就是紧张啊 或者是什么意思 下来个树 刚才在跟小朋友聊 他说这个开水白菜 为什么叫开水白菜 不叫点别的 比如说起这个门 你叫啥 一夜扶平归大 也不是没有啊 你比如马全席 它里边好多菜啊 一般都会起一个 比较吉祥的名字 当然开水白菜呢 应该是清末就有了 这却是预战里出来了 川菜的一个顶级菜 有资料说 这个菜最早 从卤菜的一道菜 获得的灵感啊 叫奶汤菩菜 奶汤菩菜 这个菜到现在还有 人家就叫奶汤菩菜 那我就叫开水白菜呗 开水白菜是一道 给你们讲 大刀质茧的那种菜 用最复杂的功力 做出最简单的菜 这个汤 值得引擎 这叫汤菜 我跟不过这 拿什么鸡呀 鸭呀 什么鸡呀 还有鲍鱼呀 什么一起调 调这个汤 然后要去好多好多好多次 熬好多次才能出来 这种汤色如茶的感觉 应该先吃凉菜 感觉有点忍不住 素肠荤味 鸡和火腿的味道 干麦也没尝过来 还有点鸭子的味道 咱们调了好久的这个功夫汤 开口再开 这白菜浸泥这个汤味 入的很深 而且比较软糯 怎么说呢 这个很难跟你形容 这么一道特别素的菜 就是平淡的鸡水 还有最复杂的东西 做最简单的菜 我只能夸到这儿了 再夸到假了 真不错 北京饭店版的鱼腸肉丝 割黄了的 这我第一次真的吃 在鱼腸肉丝里看见黄了 这个笋 木耳 胡萝卜 来一大口 平凡又不平凡的鸣香肉丝 真的和平时吃的鱼肉丝好大差别 味儿很正 一切它的酸甜鱼香的味儿 都特别的平和 但是味道比较满 同时有一点特别点睛的 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割黄瓜 割的黄瓜确实是 它有一股清香 必须得夸一下 这是我临时加的菜 这才来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它是有骨法的 也没做任何 但是不得不说 这是我近几年吃到的 让我非常非常满意的 非常有效 燃汁剁炒公爆鸡 公爆鸡中的一个怎么讲 高端版本 我理解这样 因为据说 公爆鸡是有四五种炒法 当然如果要算是小饭寡 做的那种公爆鸡丁 基本上能有二十多种炒法 不通常我吃过任何的公爆鸡丁 这是胡辣的一个味道 把鸡肉弄个小块之后 在保证它鲜嫩的基础上 用辣椒 花生 葱 爆香 这个辣椒弄得比较脆 而且每个人都背得糊糊的 完全好像是一个 现在不太多见的一个风际 就是好像是说 不用嵌 不加汤 也不加水 完全让这个 先怎么拿 把花椒背一下 然后香味都散发出来 特别快 速度超 特别特别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 魏老爷子 这家店的创始人 魏老爷子有一个记录 就是他一个鸡 一只鸡 独腾的动脑 先鸡 开糖坡度 把所有的清糖都清了 用九秒钟 把这个鸡 上面能用的肉 剔下来 用半分钟 从 弄下来再切 一天再喂味 准备辅量 进锅 把它翻炒出来 不超过三分钟 这龚毛鸡是超多了 咱这儿剃炒 龚毛鸡 剃那个鸡 我想想好难 把胸上的肉 脆什么肉 就剃出干净了 还要切成硅刀的块 不要干 不要干 对吗 这有问题 看这花生们给咱尝尝脆不脆 可以吗 可以吗 本来花那个香味 不倒不倒不倒 少 没见过这么炒的 贵点我觉得贵点都贵点 我还点了一个凉菜 素三斤 白玉桂花藕 酸辣花条 上午白菜 上面这黑的是桂花 桂花 薄吗 酸甜脆脆 淡淡的桂花的清香 让你咽一下一刹那的桂花味来做 入口以后就是酸甜 然后酸辣瓜糖 这个菜比较常见 关键是这个菜 能不能入味 酸辣味能不能碰到黄瓜里面 醋漆很辣 一样其实还没有太糖 它这个还行 没有太粘 还太酸 保留了黄瓜的清香 这种花椒味 它是咸中带酸的那种口感 开胃吃的 珊瑚白菜 然后再过去 有拿那金刚条做的 山楂糕啊 金刚条切成酸喝的上边 然后呢 多少场底下白菜这个味道 酸甜甜脆 对 这个自己做的直接好 开胃小辣菜 然后这一盘呢 38 您自个儿判断贵不贵啊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在你的指导下也简单地夸了一下 你也许是正常怎么的 挺正常 反正我的心喜欢 最后点了 他家一个重磅炸蛋 他家的姜军鸡 这块肉呢 又肥美了 反正是恰巧下的 其实名字怎么来的 姜军鸡 和陈原事有关系啊 就是 太重点了是吧 然后陈老总都比较爱吃这个菜 新点 然后罗大师啊 包括这个魏老爷子 都给这个原事做过 这次做过 这次做过 这时候有一次好像连着摘了衫子 咋了 磅子就流下来了 天天啊 怎么找人家毛病 就是好棒 它里边有淡淡的药杀的味道 不知道是炒火啊还是什么 有辣椒 但是不辣 整理的咸味为主 鸡肉香饱就比较好 尝出来它给鸡脯是什么 冻了饲料去 应该是这种 我的柴鸡做 它是一整只 我从你找到胸脯 因为胸脯一般不怎么爱 爱甜味嘛 爱这个大概是胸脯肉 有点死胸脯肉 咱们尝 这块如果成了 应该就可以了 这真功能吃了 为了有点虚价 这块居然是鸡味最足的一块 应该不是简单的炖出来的 鲜纤维 鸡肉很濃 然后呢 那那那那那 不易察觉的辣 适合佐酒的 这一道菜 不管当年 陈毅允帅 特别喜欢 是有道理 不计形容不当的话 不太像 但是我特别想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好的山盆扒鸡 拿汤把它炖了 就这个感觉 每一块肉都是 味儿工业都特别忙里 哦 好满 这很棒 两个甜点 我这忙着要 刚才姑娘跟我说是什么 我也没心生的 所以我不在这视察 大家看看 搜尼 这人是鲜肉嘛 肉的鲜肉肉是我见过的最 最硬的 最硬的鲜肉 这终于以往我吃的任何鲜肉 这个鲜肉的口感 那么实用 它就在里边吃东西 除了香味 还有点 类似于偶手的 或者大米粥的味道 就有一股粮食的味道 不知道味道 拿着吃完了 绝对有灵感了 像什么 杏仁版的米豆 都那个口感 有味道都像 但是喝点甜水 杏仁版的米豆 哎果然大口吃就是有灵感 所以这是什么呀 有米味 应该是粥 有小米 还有另外一种大米的 跟米糊似的这个东西 量是那种香味 量量 咱问个这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问这是什么 核桃 核桃 大枣老冰糖 哦 是枣 我还以为粥呢 是粥呢 本来喝的粥是 我们说呀 那个入秋入冬的时候吃 晚上吃的是热的 温饱 温饱 然后还是什么 因为里头早 因为现在夏天时候 很多客人说 这个最好饱的 因为也很喜欢吃 夏天时候呢 就是也是可以温着吃 然后也可以就临震 现在不是吃凉的 不知道我为什么 不知道它是啥了 你看我姥爷睡前 还是什么 他喝核桃的 我一直以为那样是热的 我都没有在那儿想 这些得非常明亮的 也挺好热的 想热的我给你热一下 算了 就这样吧 我觉得凉的还行 适合夏天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咱家的鲜肉 跟别人家都不一样 今儿我做了 对 就是没那么Q 我尝出有点小米豆腐 就是有点颗粒感 然后沙沙的 沙沙的 也不难做也挺好吃的 就是不那么细 然后呢 实际上拿杏仁墨粉 然后里边有米墨粉 哦 有米啊 对 米墨粉 我没说我嘴 绝对开口光在那儿 我就尝尝像 像米豆腐 然后加一点点的 洋菜的这种粉 去 洋菜 对 哦哦 我听说我好像不用穷纸 就用洋菜是吧 对对对 所以它就是不是那么的Q 哦 就是有基本形 但是入口就换了 入口就小伙伴了 我来吧 这菜吃完了啊 每个菜我都服 然后这菜饭吃了666 毕竟是北京 最中心的一条街 前面单间吧 对吧 如果各位朋友 想吃一些 高端的 官府的这种 川菜 尝尝顶级的味道 尝尝 罗公荣大师的传承 这家特别好的选择 但是这次我吃的比较满意 世界很复杂 但至少在吃这么棒的川菜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谎 哦耶 谢谢 Mickey 谢谢